先把裡面的定證完 這個你寫的是克漏字 好,第二題對不對 第二題考的是單字 Equority叫開花 好的叫開花,不好的叫利用 剝削 所以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開花,一個是剝削 好的叫開花,不好的叫剝削 等一下喔 上次講的是翻譯嗎 好,所以Equority 它是開花跟剝削 同樣一個字 EXVR 所以它是正面的字還是外面的字還是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嘿,就這樣 那你,剝削 剝削 好,就這樣,欸 剝 剝削 OK 好,那你現在是 到底是開花還是剝削 目前要看一下才知道 然後第二個是挑戰 第三個是請教 OK 請教 第四個是組合 這純粹的單字 所以第二題是純粹的單字 然後我看一下第二題 第二題 第二題 更勝者 是同像加碼 電腦可以被 set是設置 知道嗎 電腦可以被設置 去 能力水準 然後給每個小孩一個成就感 sense of children 叫成就感 知道嗎 sense of humor sense of humor 就是幽默感 sense of belonging 叫歸屬感 我等一下寫給你好了 sense of children 叫成就感 成就感 我先把先檢討一下 所以這個電腦可以被 設置去 怎樣 一個能力水準 ability level 你那個全民音檢 是不是有初級 對不對 也有中級也有中高級 對不對 是不是他們定的 啊我問你 下期 你比如說你要下五指期 是不是有 初級、中級、進階級 下微級也是一樣 那你是跟電腦比對不對 對 所以電腦它本身 是程式寫的 對不對 人跟電腦下去 是不是程式寫的 嗯 所以這個應該是說 電腦可以被設置去怎樣 好 好 那你這裡說 ability level 就是level 在這邊是 呃 這個要怎麼樣解釋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設置 如果說你是 呃 中高 譬如說你現在下期 是不是有初級 中級、中高級 對不對 對 啊你 你那個level 如果你過了 你可以 你就算過了 到下一個level 對不對 好 所以它是說 電腦 它可以定設置去挑戰 所有能力的level 所以你譬如說 這個level 1 是不是你跟它玩 玩贏了 就變成level 2 你是不是跟它玩 又贏了 贏電腦就變成level 3 嗯 所以你想想看 你這裡是不是請教 Consult是請教 請教能力 好 那組合 Assemble是組合能力 那Challenge是挑戰 它 EQUALY是開花利用 所以我們是挑戰 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跟電腦在比 是不是在比 它會比這個中級 如果你贏它 你是不是就跳級 嗯 你再贏這個 你是不是越往上跳 越來越贏 越來越贏 你的level是不是越來越難 對 所以這個是挑戰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那先檢討 那等一下再看裡面的內容 順便教單字片 好 然後呢 第九題 我們來看一下第九題 AVIA AVIA是明顯的知道嗎 知道 意思很明顯 意思代替是這個 它是非常much 也是考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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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 先看一下 我看到它是不是 HED Hurry 為什麼要加ED 嗯 使它自己匆忙 還是 還是令人匆忙 呃 令人 令人 令人是ING啊 哦 是 使它自己 好 我問你哦 呃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求快 來 我們是不是常常有看到被動態 人 是不是常常有看到被動態 啊你說被動態是不是不好解釋 BPPPO對不對 是不是不好解釋 那P就是介系詞 齁 那 你要說 欸 我不好解釋耶 那我現在就專門要解釋 就是說你被動態 你 你舉個例子 你最簡單的 我們先全部都講被動態啊 你有沒有學過 Be Devoted To 有沒有學過 嗯 有沒有學過 有 是自立語對不對 啊你說為什麼要被動態咧 好我們可以繼續寫 你有沒有學過 Be Worried About 嗯 是不是寫被動態 對 好 那我繼續寫 你有沒有學過 Be Opposed To 有沒有學過 是 有 啊你有沒有學過 Be Prepared For 為什麼要寫被動態 OK 嗯 那我現在齁 我是說 既然你有寫 我已經把你定證了 我順便跟你講這個文化 就是說 因為我這個是系統性 教學是要讓你完全理解 說我這邊為什麼要寫被動態 如果你不好解釋的時候 就是用自身授詞 OK 你用自身授詞來解釋 所以 所以 你是不是寫 Devoted One Self To 使自己自立語 OK Devoted One Self To 2是介系詞嗎 那是不是 Be Devoted To 感到很擔心 A是不是使自己擔心 對模式 嗯 啊 使自己反對 Be Apposed To 是不是使自己反對 對什麼反對 對 啊 準備好 你是不是 它是7個VTBI 上次有講過 VTBI 7個嘛 對不對 嗯 啊 這個就是我上次講的啊 咦 上次就剛好已經講過了啊 對不對 對 對 啊我是說 上次就是說 你今天寫這個被動態 那你說 我為什麼要用被動態 我寫Devoted Two不就好了嗎 那是 因為Devoted它把你用的 是幾乎動詞 就是使自己反對 使自己自立語 使自己擔心 齁 所以我現在是說 Hurry的還是Hurry Hurry Undoubted的還是Doubted的 還是Undoubted的 還是Undoubted 到底是哪一個 是Undoubted的理還是Undoubted的理 嗯 蛤 那Hurry的還是Hurry的理 Hurry的理 那為什麼 你現在是不是在講 事情或是人 嗯 OK 好 啊你這個Hurry 是不是使你自己很匆忙 對 啊你這邊是不是事情被懷疑 你這邊是不是用在人 對 啊你是不是使自己很匆忙 嗯 啊這個是事還是人 被懷疑 事情被懷疑對不對 嗯 啊後面是不是繼續寫V OK 譬如說 大家都不會懷疑他做這件事 OK 這個是沒有被懷疑的 啊或是這件事情沒有被懷疑 OK 嗯 人跟事都可以 反正這個就是被懷疑 嗯 或是感到懷疑 OK 你寫人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是說 你這裡是不是後面這個主持被懷疑 對 啊這個如果是人 這個不 這個是人的話 是不是他使自己感到很匆忙 嗯 OK 所以我現在是說 反對 反對 被眾人反對 是opposingly 還是opposedly 被眾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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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處理這些事情 我是不是被反對 所以 我現在是說 你今天 你這個人 為什麼要給我寫被動態 如果你不好解釋的時候 你就是用自身受詞來解釋 P是介系詞 OK 嗯 好那我現在給你 當然我們這邊意思已經解決掉了 你現在說我這邊 呃 你現在是第一題對不對齁 呃 現在是 這一題嘛 這是第九題對不對 對 第九題呢 我看到他 這邊有沒有看到1D 你有看到1D嗎 有 有 是他使他自己充忙 還是他是令人充忙 那是他自己充忙 那是他自己充忙 呃 令人 蛤 蛤 使自己 所以I'm hurrying 就是讓他自己很匆忙 對不對 呃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是不是1D 對 這邊是1D 副詞吧 啊感官動詞 加圓形或VING 對不對 嗯 這是國中教的嘛 所以這個要換一座感到 是不是換一座感到 是不是換一座感到 好 那It is obvious 是不是明顯的 好 那雖然說你現在是一年級 齁 你現在是不是要升二年級了 對 你知道高中不是三年的 高中是兩個半年 用英文來說 是不是兩個半年 嗯 兩年半對不對 所以你二年級是很重要的一年 所以你在二年級的時候 你只有看課本一定不夠 齁 你看課本 你說我這個英文就準備課本 背單字 那是最 那個最 basic 最 basic level 那是最 最最 我們 我們長期來說 我們希望我們有 頂標嘛 齁 那頂標的話 就是說你除了 你去背單字片語傳 你還要去 透過做一些題目 把這些錯誤的找出來 那目前做出來的題目 你有在學習一些東西 但是你還是有些東西 你沒有完全理解 譬如說這個 為什麼要加ED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 It is obvious It 是不是代替Z 對 那He 是不是 就是說這很明顯 後面這件事情很明顯 它是怎樣 是不是怎樣 好 Deject 好 你看看 這個Jack 是不是突出來 嗯 對不對 對 這個是不是丟的意思 丟 吐出來 Object 什麼 這個 Elect Eject 這個就是噴射對不對 Interject 是不是注射 這就是噴射的意思 那第一 是分開或火定 OK 所以我猜這個應該是 可憐的意思 可憐 可憐的意思 好 那 那 我們先來看 自跟自首 對不對 這個 這個什麼 你學過的Jack 是不是有什麼 Reject Project 對不對 Deject 好 那 我們先不要 先不要 我們上次說 這個東西 是我要 再幫你建立 但是我們現在 除了建立單字系統之外 我們也要建立混淆字 跟同意字 那這個是可憐的 OK 嗯 好 那你Jack 就關於Object 對不對 Reject 對不對 Project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Inject 對不對 這些都是嘛 那我們就是混淆字 這是可憐的 啊 你看看 這邊 呃 這裡是不是 修飾它 是不是 嗯 所以它是 可憐的 A的話是可憐的 哦 好 B的話 是不是感到很高興 使自己很高興 感到很高興 C是不是感到很吃驚 D是感到很尷尬 那現在是意思的問題嗎 OK 好 那你要看那個意思是什麼 他說 呃 這個昨天呢 我 Pair VZ2 是不是拜訪 騙語 你一定要記這個騙語 不是只有記單是騙語 我拜訪 拜訪 Pair VZ2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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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出于一个很长的列表 这个食物,which are forbidden 是不是被禁止的食物,对不对 这是很长的列表 所以呢,他去拜访还是拜访食物的列表 还是去吃的意思 Pay a VZ2 你Pay a VZ2,要么就是拜访,要么就是去参观 对不对 所以,out out out of 好,你现在是不是out of 是不是out of 听得懂吗 ok out of 中间那个 是不是名声护腰 嗯,对 好,我们现在看,你负词要写在哪里 我说,出于好奇心,你是不是写out of curiosity 对 是不是出于好奇心 对齁 嗯 那我问你负词要放在哪里 你这个负词你要插,你要插a lot 你要放在哪里 呃,of of curiosity 不是 负词只能修饰借片户 你这个耳朵你要插在哪里 A,你要插在这里,你就写 这里 X 嗯 第二个呢 你要插在哪里 你插在这里 你就写 这里 这里 啊 嗯 嗯 嗯 那个X啦 这插进来 啊,你要插在哪里 在下面就不可能了 你会插在第一个X,还是插在第二个X 呃 呃 呃 第二个 第二个,对不对 所以你第二个,是不是修饰out 副词就是副词,听得懂吗 嗯 了解吗 嗯 那耳辣的,是不是名词当副词来用 对 所以耳辣,它看起来是名词 啊,其实是副词,对不对 名词当副词来用嘛 叫名声互用 对不对 对 对 对不对 名声互用,名词的身体当副词来用 所以你现在是,我教你要看它的意思 嗯 好 那我除了用耳辣的之外 我是不是可以用 a long time 可不可以 我用时间的副词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哦 所以我 我好长的时间是出语号副词 是不是out a long time of ok 嗯 好 那如果我这个名词就是说 呃 你看你要用什么样修饰out 你如果我写along list of 是不是一大列表的出语号副词 嗯 对不对 就有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懂 这些叫做名声互用 ok 嗯 好 那所以我今天呢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哩 他说昨天pay a visit 2 是不是拜访 对不对 哎哟 我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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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看到这一行 我以为是拜访食物咧 这是同一行 啊 那就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是第几题错 第九题啊 第九 哎哟我看错了 我看到这一行 我现在第九是这里 he was very much 我看一下 昨天呢 我拜访这个他的房间 因为他显现出 胖 as fat as even fetter than ever before 好 有没有跟你讲过 as跟lan的两种比 有没有跟你讲过 有 有 有 s跟lan它都有两种比 一个叫什么比 一个叫做同类比 一个叫时间比 OK s跟lan都一样 好 那我顺便教文化 顺便教 教怎么样分析句子 你现在都有两种比 好 第一个叫同类比 第二个叫什么比 时间比 OK 嗯 好 那我现在教的是 顺便教你分析句子 顺便教你分析句子 一个叫同类比 一个叫什么 时间比 OK 好 我说你现在 比以前会分析句子 什么比 时间比 所以我怎么讲 you now can analyze sentence better than before 你现在是不是时间比 嗯 对不对 看起来是时间比 还是你对你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还是同类比 为什么 你分析句子以前 比你分析句子现在 是不是其实还是你分析句子 看起来是同类比 其实是时间比 看起来是时间比 其实还是同类比 那你听得懂吗 那你听得懂吗 那你听懂 我说 台湾的疫情 比以前差多了 你会不会 台湾 台湾 是不是 疫情 嗯 对不对 是不是 意思 Much worse than before 是不是还是比 台湾的疫情 嗯 啊 你知道要省略什么吗 看你会不会说得出来 省略掉什么 呃 呃 before 呃 是不是这样 嗯 你现在是台湾的疫情 比什么 是不是那个台湾疫情 以前的疫情 是不是一样 嗯 对 啊这边一直变化 所以其实它是同类比 还是时间比 其实 呃 时间比 其实它是同类比 所以现在疫情比什么 这叫疫情嘛 疫情比什么啦 呃 疫情比疫情 对不对 嗯 对 那所以 台湾的疫情 嗯 对 啊现在一直是不是比我 是 嗯 所以原来是不是这样 台湾现在的疫情 呃差很多 比 台湾的那个过去的疫情 是吧 台湾以前是清零的 诶 那你说它其实是不是同类比 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写了 你就看起来它是时间比了 好 OK 嗯 那 我们现在改为 S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我如果改成S 是不是一样 对 你要不要改一下你看 Taiwan pandemic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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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s goo s as good as before 嗯 你是这样翻 那現在是同類比還是時間比? 時間比 其實是什麼? 還是同類比 所以我說Jonathan比以前更會分析題目 Jonathan can analyze the question better than he did before 貼頭嗎? 所以S跟Lan都有什麼比? 同類比跟時間比 好,我講完了 請你看現在這個,我現在是看這個句子齁,來 你這裡就是說 剛剛我拜訪這個他的家,因為他顯現像那麼胖 甚至更胖 一個是比較級,一個是遠級對不對? 現在是時間比還是同類比? 呃 等一下 時間比 對,神列掉什麼你知道嗎? 知不知? 呃 不知 我剛剛說你神列掉什麼好不好? 嗯 你再注意看喔 嗯 Lan什麼 這樣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呃,看得出來 等一下 你看得出來就很厲害,如果你看不出來的話,我認為是正常的 因為沒有教當然不會啊 嗯 好,你現在看,是不是He appeared Lan He appeared 聽得懂嗎? 嗯,聽得懂 聽得懂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同類比,其實你省略掉之後就變什麼? 事情比 對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好,沒有,我現在是說,我現在只是分析這個句子 我會拜 我們這邊是在講什麼? 他說,我會拜訪什麼 拜訪他的房間 對不對? 嗯 因為他甚至比以前更胖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然後我打開這個門 我看到他匆忙的長 長一個包裹在他的樹桌底下 很明顯的 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現在是怎麼樣 很可憐 A是很可憐 B他很高興 他是很吃驚 還是他很尷尬 嗯 當我問他說他在做什麼 他覺得很 他微笑很有罪惡 然後把這個包裹放在樹桌 然後 Harper解釋說他的飲食計畫 是那麼嚴 以至於他必須使他自己有時候 然後他秀出我這個內容 這個包裹 然後包含五個很大大包的巧克力 好 我問你 你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說 今天 假定說 我們現在講 假定說有一個人跟他是好朋友 啊突然 一年之後他變成這個大胖豬 是不是 是不是很尷尬 對 他不想讓他看他吃什麼東西 OK 他的意思是這樣 你的意思是說很吃驚 他的意思是說很尷尬 不要讓他看 那 他 他藏起來表示 被花 是不是 不要 不想讓人家知道 他現在是把它藏起來 對 你這邊不是藏嗎 啊我問你 你藏起來不讓人家知道 裡面是什麼東西 你這樣是感到尷尬還是感到吃驚 被發現 被發現 會很吃驚 藏起來 就是不要讓人家看到 嗯 所以答案是第一 了解嗎 嗯 了解 好下面 你又沒有錯 那麼厲害 哦 好強 我覺得你真的很強 沒有錯 來 我本來說你有錯 我可以跟你講 但是你沒有錯啊 好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講裡面的內容 哦 嗯 好 這個叫克漏字 來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第一大題 你剛剛已經講完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講單字 來 呃 你要馬上知道 如果小孩子 學習得比較好 當他們正在享受 你這個組織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有 你直接寫RNG 好不好 嗯 好順便跟你講一下 我們當他們學習 這個是buy themselves 是不是buy省略掉 嗯 對 你知道那個buy可以省略掉 你知道嗎 嗯 知道齁 只有buy才可以省略掉 好 好 M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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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 因為我們看到Mati就是多 這個Mati就是多 好吧 你這個也要記喔 自根要記一下 好 好,這位叫多吼,對不起 所以這個多,很多字都是多 什麼multiply啊什麼字都會出來 我們找一點記號,multi是多 是不是多媒體 多媒體電腦,什麼叫多媒體電腦 是不是這個電腦裡面可以傳遞很多訊息的多媒體 是不是平衡版 好,多媒體電腦是不是算電腦還是算多媒體 N1,N2,N2 N1,N2 N1,N2是不是叫同類 對 有講過N1,N2嗎 有 N1,N2是文化碼的一種,對不對 對 這是N1 左邊是電腦,右邊應該是工具 左邊是什麼 N1,N2起N1還是N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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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2 對不對 對 那我問你N1,N2對不對 多媒體電腦是多媒體還是電腦 N1,N2 多媒體電腦 多媒體電腦,多媒體電腦 是多媒體電腦 多媒體 N2,是不是N2,是不是N1 嗯,對 N1,N2 就等於N2,是不是N1 嗯 OK 嗯 對不對 對 那 Score Bus 是Score還是Bus Bus Bus OK,就這樣,來 所以這個校車是車,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N1,N2 這樣就好,所以左邊是多媒體 電腦,是多媒體還是電腦 電腦 右邊是不是工具 教育工具是教育還是工具 教育工具 工具 對,我只是告訴你這個結構叫平衡版 好,不過是未了還是對什麼而言 我剛好 對什麼而言 是不是有學過一個叫Cores 嗯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字 有沒有學過 有 有 三個層都有,對不對 嗯 一個叫過層 OK 嗯 啊一個叫什麼 課程 對不對 嗯 啊還有一個叫什麼層 是不是有一個叫路層 嗯 菜層 OK 順便跟你講齁 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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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Cores是很好用的齁 嗯 好 所以你是不是修課 是不是叫課程 學校課程 18週對不對 啊走的那個路叫路程 高浮扣高浮路徑對不對 啊還有這個過程 還有那是什麼叫菜層 就是第一道菜是什麼 第二道菜是什麼 叫Cores OK 所以Curriculum 在這邊就是課程 OK 嗯 好就這樣囉 來順便跟你講單字 好來 所以這很多小孩子 電腦支持的課程 課程是支持還是被支持 呃 我現在順便教你文化 上次不是講INGED嗎 由後面的名詞來決定 好 那我問你喔 學習是被建築基礎 還是學習自己基礎 被建築基礎 前面是不是名聲護要 嗯 好來你把它還原來 這個課程是不是被支持 是由電腦來 被電腦支持的課程 是由電腦來 嗯 對 啊這個呢 這個學習是建築在電腦之上 會不會 嗯 會 會喔 來我們給你寫一下 來 的 所以會不會用名聲護要 嗯 這也是名聲護要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有告訴你 他這個字是怎麼造出來的 了解嗎 嗯 對很多小孩子來說 這些由電腦來支持的課程 跟 以電腦為基礎的學習呢 是不是 是被放 人被放 知道嗎 嗯 這是國中教的 是不是國中教的 對 是 國中是不是這樣教 人被放 對不對 那 fit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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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还是 還是Has fun? 呃...B 知道嗎?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嗯,知道 還是Jagging has fun? 蛤? Jagging is fun?還是Jagging has fun? Jagging is... 還是Has? Is 對不對 啊,這是國中的文化,我就不再仔細教囉 嗯 可以嗎? 可以嗎?可以 比如說四比方,順便給你教文化 來,所以對很多小朋友 電腦支持的課程 跟這種電腦為基礎 是不是很多的樂趣 嗯 好 就像是,你這個LINE 是不是要加同類 LINE 是不是加同類 上次有沒有一次同類寫給你 有 有 所以你現在是什麼跟什麼一樣 課程跟遊戲一樣 學習跟遊戲一樣 OK? 嗯,可以 好,那我問你,Jonathan像什麼? 像他妹妹一樣,是不是都是人 嗯,對 OK 好,電冰箱 像冷氣 一樣 都會發出寒冷的氣 聽得懂嗎? 嗯,聽得懂 會加同類 來 所以他說這兩種都跟玩遊戲一樣 那 現在寫不寫people 現在都不寫people OK? 嗯 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不寫people 你敢還是不敢 大胆地講 你敢不敢不寫people 敢吧 敢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people 我用LINE就知道啦 LINE是不是人動 對 有些人喜歡電腦 是為了,是不是 為了寫作,對不對 嗯 因為 這是借片虎,對不對 在鍵盤上面打字 看起來 是怎樣 是不是比較急 是不是同類才能比 ING對ING 嗯 對血用鉛筆 或是筆 你要的是比較急嗎 對不對 對 好 這個胎的是不是越來越緊 嗯 是越來越緊還是緊 也可以是關係很緊 對不對 是不好對不對 嗯 啊這個是鬆 知道嗎?路是鬆 嗯 好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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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笨 你知道DUM 是什麼意思嗎 DUM 如果我這樣是不是丟 動詞是不是丟 對 啊名字是呆字 名字是什麼 DUM 動詞是什麼 丟 DUM 單edar ㄇ 對 啊名字叫什麼 蛇 有沒有教你有編讀編 蛇 那我就是要培養你有編讀編 我最近教高山的學生 我说你这个不知道,你要想想看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 还是你再想一想,或许你现在都考野生字嘛 所以你想这个DAM加1啊,是不是比较急啊? 所以现在是呆还是丢? 还是比较呆? 什么会有比较急?是形容词还是动词? 形容词 所以这个叫什么?比较紧,比较松,比较笨,还有比较整齐 这样会不会? 会 会就好了,来 所以这个DAM说有边读边,就是这边是呆,那比较呆嘛 好,那你现在看第一题,那我们已经会了,所以我就不用讲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就像是玩电脑,有些人说这个在使用电脑是为了写作 因为打字在键盘上打字看起来是不是比,用铅笔写看起来更怎样? 更整齐,对不对? 嗯,对 那更,这是证还是负?摸摸摸摸是不是同向家吗?是不是? 嗯 今天有没有教转层词? 有没有?转层词是不是一定考? 嗯,对 转层词在哪里会考? 我给你讲哈,刻漏字一定考 OK? 嗯 第二个,篇章结构也可以用 OK? 嗯 篇章结构转层词很好用啊 再来你的作文有时候也可以用到转层词 OK? 好,所以你这里是不是同向家吗? 对 对 而且要不同的事情喔 前面是不是说电脑打字比较干净? 好,电脑可以被设置来挑战各种Label 对不对? 挑战Label还是Label的人 你觉得呢? Label的人 如果你要挑战,你要挑战的是那个能力的人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这边加一个S 应该挑战任何能力Label N1和N2 然后给每个小孩一个成就感,对不对? 嗯 好,那什么感我们决定要解决掉了 来,你现在的感有哪些感? 是不是Sense? 好,那我们一次解决哈 有没有学过幽默? 有 那就幽默感,还有什么感? 刚才讲那个是不是成就感? 嗯,对 好,是不是有个叫分离感? OK 嗯 分离感是不是separation? 嗯 啊,归属感是不是属于? 对 好,这样会不会? 嗯,会 所以一个叫什么?幽默感 一个叫什么?成就感 对不对?一个叫什么?分离感 一个叫什么感? 归属感 OK 嗯 啊,孤独感咧 会不会 孤独感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吗 好,一次解决好不好 嗯 嗯 这样,厚 幽默感 成就感 分离感 疏离感 疏离感啊,这个叫疏离感 龟属感 龟属感 一定还要再加工哦 好不好 要加工 既然你都已经花时间去写了 所以我们就赶快记这些单字片 好,来 我们现在来看哦 这个 键盘 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急 看起来应该比较整齐 对不对 更甚者电脑可以被设定去挑战各个程度的人 然后给每一个小孩子一个成就感 那EAT 请问EAT代替什么 这个已经被指出来 后代还是前代 后代 后代 代替这个 OK 哎呦,太多了 是不是代替这件 是 对 所以这已经被指出来 是后面这件事 使用这个滑鼠跟键盘 常常 会 使年轻人 上阳楼 是不是一些比较慢的年轻人 嗯 OK 好 哎呦 好啦 所以 所以 意思是不是代替这件事 对 这件被指出来 后面那是指出来 知道吗 嗯 动名词 是不是永丹 对 使用滑鼠跟键盘 怎样 会怎样 一些 年轻的慢的学习者 第三题 第一题是 呃 我问你喔 有些人像我打字 是不是很慢 不够快 对不对 嗯 如果慢的群青人 是不是打字 打一个字要打很久 对 所以他说使用滑鼠跟键盘 常常 怎样 A 开花利用 对不对 慢的人 B 挑战 请教 请教 是不是人 人才会请教 对 Assemble是主了 那就是挑战啊 对于这个不会打字的人 使用键盘 是不是对他是一种挑战 嗯 对 比如说有人打一个英文字 要打一个 打一个SOM 他S就找了很久 O找一个很久 那这样打键盘 对他来讲 是一种挑战 嗯 OK好 那其他的答案 EQUALITY是开花利用 这个是超爱考的哦 啊 这跟你 这跟你看一路成员 背单字是一样的意思 开花利用 所以 开花 剥削 如果是劳工的话就是剥削 如果是头脑的话就是利用 开花利用 OK 嗯 好 Assemble是组合 Assemble是组合 好 再来 POR 再来 S 银 银 银 好 这边 神类掉什么 S是什么词 S 你只要告诉我 S是什么词就好了 呃 副 戒系词 什么有两个戒系词 副词 蛤 蛤 副词哦 那副词修是戒变户吗 还是连接词 所以是不是重点是在S 呃 我今天教你那么多 最重要就是要教你S 上次有没有讲过S的词性 副词戒系词连接词准关带 有没有一次跟你讲过 呃 有 有 你看看 如果是连接词 是不是组织动词一样 嗯 对 所以你这边是不是有B动词省略掉 Bing 所以你会被抓TINGANGEL ARE IN 会不会 会被抓 呃 S是不是当向有余 首先 是不是当向有余 OK 啊 没有路哦 有路 嚇我一跳 S是不是当向有余 哪一个有因果关系 那B动词可不可以省略掉 可不可以 Bing可不可以省略掉 可以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TINGANGEL 对不对 哦 对 第三个是不是有因果关系 嗯 好 那现在就是速度的问题 可以 嗯 我也只能复ане 很明显 我会使用顾 解析 解析 好,省略掉什麼? 他說猶疑是在尷尬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決定要把這個事實隱藏起來 省略掉什麼? 現在是不是要考你速度的問題 你這裡是不是連接詞? 首先告訴你它的詞性 它的詞性有四種 第一個是不是負詞? 第二個是不是介系詞? 第三個是不是重屬連接詞? 第四個是不是對等連接詞? 第五個是重屬連接詞? 對不對? 對 第五個是不是準關帶? 還有一個叫準關帶 對不對?準關帶有沒有教? 有 這裡才是真正難的地方 那我上次有沒有跟你講說難不一定不好 我問你難是好還是不好? 英文難 難是 你隨便講一個說不好 不好 好那我問你喔 你如果會台積電的那個晶片的技術那難不難? 難 如果你說它不好是不是因為它很難? 你不會 對 一旦你會的是什麼東西? 一技之長 聽得懂嗎? 那我問你喔 有一個人說他想要考醫學院 他當醫師 然後說他想要再去學植牙技術 那為什麼要學植牙技術? 植牙技術是不是很難? 那你知道植一顆牙要多少嗎? 植一顆牙十幾萬對不對? 你都有概念嘛 那表示當醫生 是不是那個植牙技術很重要? 嗯 那我問你那植牙技術是不是很難? 那我們就對事情最難的看法 說它不一定是壞事情 聽得懂嗎? 那你這樣學英文 你說喔這個東西我不懂 把他弄懂了 那不是當一技之長 對不對 植牙是不是又是很重要? 對不對 那英文也是很重要啊 OK 好 所以你看看我今天我為什麼要教你這個 我不教你這個 不然我就是要教你這個 是不是 Lay省略調 R省略調 聽得懂嗎? 喔聽得懂 Lay R 我們先不要省 先不要省 聽得懂嗎? 嗯 是不是從後面抓主詞 有沒有 那主詞一樣是不是as being 是不是這樣? 主詞省略調是不是變 being 嗯 啊 being 可不可以省 嗯 to be it is beyond 有沒有跟你講過自然省 有 文化碼還在喔 喔 文化碼 我的學生都會文化碼 那我也跟你講文化碼 之前教的文化碼 我每次都會弄這個文化碼 好你看看文化碼裡面有沒有叫 to be it is beyond 自然省 一省二省三省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being 會省 還有一體 我們常常在講一體是省嘛 對不對 to be it is beyond 所以 being 是不是要把它省略調了 嗯 好知道它怎麼出來的嗎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可以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主詞是雷啊省略調 聽得懂嗎 嗯 聽懂 啊 being 是不是從後面抓主詞 誰在尷尬還是他們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ing不能亂用 ing跟那個a是一樣的意思 了解嗎 嗯 了解 那我如果直接告訴你 有些人說這什麼意思我看不懂 是不是在年輕的青少年裡面 誰會在人裡面 誰會在人裡面 是不是人在人裡面 是不是人在人的群體裡面 對 我問你喔 Jonathan是在什麼群體裡面 學生的群體啊 那台灣是在什麼裡面 國情 國家 OK 那英文是在什麼裡面 語文對不對 對 所以你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你就是 當下由於青少年 是不是在年輕的團體裡面 嗯 對 OK 我們現在來講一槓的東西 來 你現在呢 我現在是系統性的教學方法 來 我重點不是他的意思 我重點是他怎麼寫 對不對 你加一槓 是不是形容詞跟名詞都有 OK 之前教你是形容詞 他也可以當名詞 OK 嗯 所以趴胎價要不要加一槓 要不要 呃 要 是不是形容詞 嗯 要不要加一槓 要 要 那我個趴胎呢 要不要加一槓 要還是不要 他是副詞 名聲護要 了解嗎 嗯 了解 啊 那個趴胎價變什麼詞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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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講到 有一些人 我們說這個like是不是人都不寫了 對不對 剛才想s的,想到這邊的 對不對 所以id是不是在tlet 知道嗎 所以他說使用老豪鼠 是不是常常 怎樣使尷尬 對不對,剛才找這邊 那窮的讀者 差還是窮,對不對 似乎比較 比較能夠去 這個better是不是複詞 對 似乎比較能夠去 認出這個意義制的意義 在螢幕上面 在報紙上面 所以這個是同類 是不是戒騙比戒騙 OK And thebetter of the land 是不是右銀左 是還是不是 V是什麼 And thebetter of the land 不是右銀左嗎 對 所以這不是V 是不是戒騙比戒騙 嗯 那這個是什麼 所以是同類比 還是時間比 同類比 是戒騙比戒騙 所以窮的人 認住這個意義 是不是比較 比較好認出來 在螢幕上認得比較好 所以他說 網路教學 比較認的字 還是電腦教學 紙上教學 認會比較好 網路 對阿 他是說螢幕上面 是不是比紙上好 嗯 OK 對於比較差的那個 他是這樣講 這是他講的啦 然後呢 看一下 S 這邊是不是省略掉 LayR OK LayWord 還是LayR LayR對不對 知道嗎 嗯 知道齁 你要馬上知道 如果不知道 你要跟我講齁 嗯 好 是不是由於他們 這是由於他們 是不是在團體 是誰在團體裡面 是不是人 由於青少年 是不是在比較 這個是N 一槓現在是N 還是A N N N嘛 對不對 由於他們在比較年輕的團體 所以這是不是所以 所以享受這個事實 是不是同位也用LayR 同位也用LayR 知道嗎 嗯 知道 同位有哪些同位 你會不會 LayR還有6WSP 這樣會不會 會 同位你是不是大概有三種 嗯 同位也是不是N1N2 嗯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現在講的是 名詞的同位 是不是大概只有這幾種 第一個是不是Fact Fact 還有Idea 對不對 嗯 還有這個Sort 對不對 嗯 還有這個Truth 對不對 嗯 對 都是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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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用LayR SP 這樣會不會 嗯 會 好 第二種 地方的話 是不是用WayR 地方用什麼 是不是用WayR 嗯 WayR SP 我現在要一次解決 喔 哇糟糕 地方 對不對 嗯 對 啊時間的話是不是WayR 對齁 嗯 啊理由的話是不是WayR 對 對不對 嗯 啊東西的話是不是WayR 東西是不是WayR 對 這是你國中教的對不對 對 蛤 我現在是要把所有的名字字寫給你喔 OK 嗯 所以Kiwi What I eat 還是Kiwi Which I eat 還是都可以 嗯 Kiwi 是Which I eat 還是What I eat 還是兩個都可以 都可以 嗯 第一個是不是形容直子句 嗯 這是形容直子還在名字字句 呃,信用自知 這是信用自知 這是信用自知,還是名詞之記? 嗯,名詞 好,那我們乾脆把它寫在前面 這裡是不是叫你跳過去 對 它現在這兩個差的一個是形容自知,一個是名詞之記 但是兩個都對 所以我現在是說,你要對名詞之記 我大概都知道了 童韋語,第一個就是LEDSV OK 第二個呢,就是時間 第三個是地方 第四個是理由 好,那第五個就是東西 OK 這樣會不會,同位 好,那我現在趕快來看齁 所以你這邊 這邊 是不是LET 名詞指句 OK 好,那現在是什麼比 嗯 同位 同位 你那個Lang,那個Walk是動詞還是名詞? 動詞 所以他這邊是B 請問A是什麼 你只要講對我就說你厲害 A是什麼 你講對就好 可以嗎? 蛤? 對 A是什麼 你只要講對我就說你對了 講錯我就說你錯了 嗯 就現在看不懂 蛤? 看你講對還講錯 對 找到沒有,還是直接跟你講 嗯 直接講 就這個字 所以這個play是名詞還是動詞? 名詞 啊Walk呢? 名詞 所以什麼跟什麼比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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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跟Walk哪個比較多 對 所以他說使用電腦 感覺 比較像玩 而不是工作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現在會不會分析句子啊? 這是一個事實 你玩電腦感覺是名詞比名詞 有沒有跟你講 and better all day 永遠要右銀左 嗯 有沒有 嗯 有 有齁 我在文華碼 我有跟你講啊 and better all day 一定要右銀左啊 對不對 第六條 ok 所以我現在要 教你怎麼分析句子 ok 名詞對名詞 對不對 嗯 好 他也影響他們的學習方法 請問一人要代替什麼 呃 是代替先行詞還是代替後代 前代還是後代 前代還是後代 嗯 前代 代替那個使用電腦 ok 啊 Layer是前代還是後代 呃 前代 代替什麼 Teenager 誰會有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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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nager 人才會有學習方法 所以你要習慣代替 代替先行詞 ok 嗯 還有你要講成一種習慣 分析句子的習慣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不是只有看得懂意思 你要看他怎麼寫的 對不對 嗯 啊有沒有講過 ing是and down 現在是and down 還是which down and 啊 啊 which which代替後面的名詞可以 and一定代替前面的名詞 所以是and enable 還是which enable which which 代表方法 然後呢 and的話代表 使用電腦 嗯 所以是and enable 還是which enable which which是代替什麼 方法 嗯 還是電腦 使用電腦 方法 有沒有講過ing就是and down 跟戶後which 有沒有講過 嗯 有 啊這裡是and inable 還是which enable in and 還是which which 是which是不是 inable是不是死能夠 對 啊如果我寫and的話 是不是你的主詞變成it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所以 enable 要不要加s 嗯 要還不加s 如果你是and 要不要加s 要 要 要 你前面有沒有加s 你看那個fait有沒有加s 有 有 聽得懂我在教什麼嗎 天啊 你這裡要寫enable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又引左 所以你的主詞是不是it 那it是不是代表使用電腦 嗯 對 使用電腦會不會影響你的學習方法 會不會 會 啊我問你喔 用網路教學會不會影響學習的方法 會不會 會 對 今天 你覺得 用電腦是不是讓你 剛才不是講說會讓看的人 看的學的比較好 對不對 對 啊我現在 我的筆記本就寫在這個網路上 你是不是可以看得懂我的手在移動 對不對 那我是說動畫ing 是and 或戶後會不會這樣 那戶後會不會這樣 那戶後會不會這樣 那戶後會不會還可以代替後面的名詞 嗯 那是不是代替方話 對 那and的話是不是代表什麼 使用電腦 所以是and enable還是quiz enable and 使用電腦 對不對 感覺像是玩而不是工作 ok OK Eat是代表什麼? 就是要問你啊,Use代表什麼? 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齁 所以使用電腦是不是會影響學習的方法? 他們是使用類似代表青少年 然後使他們能夠 所以我問你是AND Apple還是 WHICH Apple? 所以AND Eat Apple 是不是那個Eat就是省略調? Eat Apple,Eat是一樣 嗯,對 使他們是不是代替青少年? 嗯 去發現東西 Messatically,是不是有編讀編? 你知道什麼叫Messatically,是不是有方法的? 對 通常我們看過去是不是不會分析句子?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寫意思嘛 通常是不是這樣? 通常我們看過去就是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好 然後他怎麼寫我們比較沒有去注意,對不對? 嗯 可是我現在告訴你,我是很注意他怎麼寫的 有沒有? 嗯 所以我在看你怎麼閱讀的時候 我同時教你怎麼樣分析句子 好,這個叫做有方法的 是不是有方法的? 嗯,對 有方法的來發現東西 好,你現在我教你有方法的 例如說Lan是時間比跟同類比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有方法來教你怎麼使用Lan跟S的比 對不對? 對 那這樣算不算系統性的教法? 嗯,這樣 那不然我就跟你講意思就好了 我要跟你講一大堆什麼同類比、時間比 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講說Lan的同位語 是不是同位語 現在是不是給你教所有的同位語 句子級的 ok? ok 那這樣才會學多 了解嗎? 嗯,了解 好,他也會形象,請問這個意的字代表什麼? 前代還是後代? 嗯 往前代還是往後面那個兔加圓形的那一個? 前代還是後代? 後代 前代啦 前代,哦 一的是代替什麼? 這個呢 這個是在前面還是後面? 代替先行詞還是往後代? 先行詞 代替先行詞啊 對不對? 嗯 那我剛才講說ing 是不是and don 那是不是it enable 那你這邊有沒有加S? 有沒有? 阿菲有沒有加S? 有 所以這邊要加S 了解嗎? 嗯,了解 好 好,they play around 請問they是不是在地青少年? 對 對不對? 人人動嗎? 是不是人才會玩? 好,around是不是在附近玩? Explore是不是又贏了? 就是探索 對 indy是不是的確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不對? 對 的確呢,多媒體技術 N1N2起N2對不對? 這個吸引力對不對? 對 阿菲是訴求還是吸引力? 還是兩個都可以? 呃 兩個都可以 所以是訴求還是吸引力? 要選一個喔 吸引力 他也可以當訴求 是不是也可以當訴求? 對 所以他說電腦技術有什麼吸引力? 教室電腦的吸引力喔 教室電腦第五個應該是增加吸引力 是不是提高? HITAN是不是提高? 對 分 Pop g � diabetes 這Revich revich revich 胸脂 更爽,啊這個叫什麼? 更呆還是更對?還是更呆? 更呆 這叫更整齊,對不對? 這是開花利用,這是挑戰,這是請教,這是組合 這是耍把戲 耍把戲,是不是像木家標的物? 是不是注意,為什麼事情而注意,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跟他搭配得很好? 嗯 啊這個是不是相處? 跟人的話是不是相處? 啊如果通緝的話是不是進展? 如果這邊寫人是不是相處? 對 啊也可以當進展,OK? 嗯,可以 這個是不是耍把戲? 好,你知道我這個要在哪裡教你? 我是不是有一個A到Z,有沒有? 有兩套對不對? 那兩套就是專門在教你片語文化巨型 那第二套要比第一套好難 所以我在想是說 如果你以後有時間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增加為 增加為兩個半小時 如果兩個半小時我們來教,我們就可以教更多 然後就可以就可以 呃,就是應該有辦法可以弄到 就是比較頂 就是比較 因為我的學生 齁 只要教稍微久 大部分都是 我跟妳講說 今年兩個學生考到哪裡 有跟妳講過嗎? 呃沒有 沒有齁 今年兩個學生 齁 今年有三個學生去考 然後六月中旬就出來了 那有一個學生他沒跟我講 不過他說他已經打標了 他沒有跟我講 他沒有跟我講 另外兩個學生有跟我講 齁 呃 呃 他們應該是算老 老學生 一個14 一個15 一個就是 台大花工 一個是 台大那個叫什麼 國際企業 齁 那就是說 今天呢 就是說 呃 就是 是不是我們每次都會給妳檢討這些東西 對不對 呃 我會教妳一些文化系統 但是 因為英文它有量的問題 到 越到高二或高三的時候 是不是 題目就會越來越多 也會越來越難 對不對 呃 所以這個英文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只有上一個半小時 像有時候我的定證就來不及講其他的 對不對 齁 那我是說 如果說或許呢 在以後 如果比較多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必須 譬如說 比較正常化的話 我們看看能不能上 兩個半小時 一定夠齁 齁 就是一個禮拜兩個半 或是兩個小時齁 齁 那因為現在是一年級還好 但是我還是 我還是給妳教 但是 我如果給妳教了這個東西之後 是不是我其他的時間都要播出來 比如說巨型啊 齁 啊 比如說 呃 A到Z的那些片語啊 齁 或是文化 是不是我就比較沒有時間去講那個 嗯 所以 就是 假定說以後妳有比較多的時間 或是說 什麼暑假 什麼 或許 我們可以 可以 可以高中的部分 或許 你妹妹沒關係 可是你妹妹 應該現在是三年級 差不多應該 也會 高三不是有那個會考嗎 對不對齁 對齁 常常我在給人家定證的時候 就定證到一半 然後就 就要講得很快 然後 就是說 或許在 在變成三年級的時候 或是你變成高二的時候 再來是不是變高二齁齁 或許你可以延長時間 齁 那 或許 我現在只是跟你這樣講 因為 你也希望 就是說你的英文 變成你的 強科嘛 對不對 我也是希望我能夠英文 給你帶得很強 但是 目前看起來 你有一些基礎 但是 有一些學習的東西齁 就是 因為英文它是一半數學 一半國文 對不對 嗯 那 所以 呃 它 有牽涉到 這個 文化系統 對不對 還有就是 你有時候要寫作文嘛 對不對 那這些部分 它比較好時間 好 我們現在直接講 來 所以你這邊是不是吸引力 還是訴求 吸引力 OK 嗯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是說 我們今天 Appear它有什麼意思 吸引力跟訴求 現在是吸引力 還是訴求 吸引力 對 OK Appear2也是一樣齁 對什麼做訴求 對什麼有吸引力 所以它有兩個意思齁 嗯 OK 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啊不是只有聽得懂 你要建立系統 要去背 聽得懂嗎 所以我今天給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業數會越來越多 OK 會一直累積下去 但是這個系統 建立起來之後 以後就好用了齁 那 呃 因為這個是系統性的教學方法 所以 呃 我剛剛有沒有告訴你 這個ING跟PP 怎麼造 有沒有 對不對 那你今天 下次搞不好寫Base 給你考Base 或Base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那有時候會考這一塊 這叫名聲護用齁 那 就是說 呃 代名字要代替先行指 好 這邊呢 是吸引力 對不對 電腦 ALB是BDA 所以叫做電腦的吸引力 OK 所以他說多媒體技術 是不是會強化電腦教室 的什麼 訴求還是吸引力 吸引力 吸引力 好就好 雖然 ZET是不是代替整件事 有沒有告訴你 this letter is so which代表前面整件事 有沒有幫你建立起來 嗯 你要不要講一次什麼代替整句 什麼可以代替整句 系統 我再講一次對不對 嗯 一個叫什麼 this 一個叫什麼 let 一個叫什麼 it 一個叫什麼 so 一個叫什麼 都好witch 整個都幫你建立起來 OK 嗯 可以 好 可能要講快一點 這樣會 我等一下八點就好 現在 就主要就是講前面 所以 this letter is 是不是代替前面整句 好 所以這個letter就是代替前面整句 OK 嗯 所以這代替什麼 前面整句 什麼整句 多媒體技術 有 使教室有吸引力 這件事 OK 嗯 可以齁 可能會花很多的錢 Gradile是不是大量 對不對 這是付的後面是不是正的 電腦也是 電腦是不是 呃 說嗎 是不是屬於 就是 是現在生活的一部分 對不對 電腦是不是現在生活的一部分 對不對 嗯 這種生活 我們相信學校 我們相信學校 必須 繼續 這是繼續 GCRING 對不對 嗯 Keep out是保持向上 是正座 保持向上是正座還是不正座 正座 所以Keep out是什麼意思 正座 你覺得你的英文要保持向上還是保持向下 保持向上 那是什麼意思 持續進步 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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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影響 嗯 Effect Effect 短期 Inference 長期 知道嗎 知道 Effect 是短期 Inference 比較長期 知道就好 Highlight 是不是 Highlight 是不是提高 嗯 下面 第二篇來 FOR FOR 是第一次 還是對什麼而言 FOR 對什麼而言 那你知道我要考你哪個什麼字嗎 考你解析式 OK FOR是不是為了對什麼而言給 FOR加一段 有沒有 有 你這個 你這個解析式的系統 最重要 對不對 為了對什麼而言給 所以呢 第一次你要怎麼講 什麼First time 是At 的First time 還是FOR的First time FOR的First time 不是At的First time 不是At FOR 所以這個解析式要背 OK 對什麼而言 對第一次來說 OK 可以 啊我問你喔 你要寫文章的時候 你是不是來記單字片語 還是說你寫完了 就不理他了 記單字片語 那你現在寫 是不是順便記這個單字片語 這樣是不是增加很多東西 嗯 好 上次有沒有跟你講 SURFOR跟SURFOR 有 差別有沒有跟你講過 有 有 SURFOR是不是遭受 對 SURFOR是遭受什麼什麼之苦 聽得懂嗎 嗯 不一樣 遭受損失 還是遭受損失之苦 是遭受損失還是遭受損失之苦 遭受損失之苦 沒有苦啦 噢 所以這個叫什麼 遭受 而已 所以我說遭受還是遭受損失之苦 遭受 呃 損失就好 那SURFOR是遭受什麼之苦 知道嗎 嗯知道 通常是加什麼 病名 OK 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所以這個就不是遭受囉 叫什麼 遭受什麼之苦 OK 呃 是不一樣的呢 OK 就這樣齁來 好 就這樣齁來 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 遭受回胖之苦 這是病名 回胖是不是病名 嗯 好 這是右影左 有沒有跟你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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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騙比什麼 同類比對不對 嗯 比什麼 這兩個是不是病名對病名 對 遭受什麼之苦 這樣會不會 嗯 是遭受還是遭受什麼之苦 遭受什麼之苦 所以這個是遭受什麼之苦 遭受回胖之苦 比遭受 長久哀餓 OK 嗯 好 所以現在是戒騙比戒騙 知道嗎 右影左 嗯 OK 沒有一個國家逃脫 逃脫 逃脫還是逃脫免魚 逃脫 這是蟲還是免魚 蟲還是免魚 蟲 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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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小朋友是不是生生的 抽象的還是實體的 嗯 嗯 地埃 地埃里是不是生生的 對 好 所以地埃里是不是抽象的 嗯 好 我跟你講都是很 都是很西 這是不是也是生生地 所以這個是不是形容字也是副詞 嗯 啊地埃里是不是也是副詞 對 所以 地埃里是抽象的 深深地 上面呢是實體的 把這個洞挖很深 是第一個後 地埃還是地埃里 啊 地埃里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是這兩個都是生生地 一個是實體的 一個是抽象的 了解嗎 很有表現 所以感受深深的是地埃里 還是 地埃 嗯 嗯 地埃 挖洞挖得很深 抽象的實體 實體 所以我說 我說把這個洞挖深一點 是不是地埃了後 地埃還是地埃里 呃 地埃了後 地埃還是地埃里 地埃 兩個都是副詞 是不是這個 哦 對 那 Fall in love Dip Fall in love with her 是地埃還是地埃里 呃 地埃里 好 所以一個是實體的 一個是抽象的 了解嗎 嗯 可是地埃也是副詞哦 他是形容詞 副詞都可以用 好 了解嗎 嗯 了解 順便跟你講齁 好 所以你這邊是不是地埃里 深深的被衝擊 是不是 心裡面 是不是抽象的 哦 對 如果他們繼續 這個什麼繼續 對不對 they could be 這是 現在式的過去式 嗯 could be 現在式的過去式 現在式 可能性比肯小 知道嗎 嗯 知道 因為他這邊 continue 是不是現在式 對 所以這是現在式的過去式 現在式 可能性比肯小 知道嗎 嗯 知道 會不會敢用 敢不敢用 could 可以齁 嗯 他們可能有那麼多 回胖的小孩 有邊讀邊對不對 Around 是全世界還是大約 嗯 大約 全世界 嗯 所以全世界你有哪三種邪法 是不是 all over 對不對 對 對 還有across 所以across可以當全世界 知道嗎 全 嗯 還有一個叫sru 會不會一次解決 有沒有系統建立起來 嗯 有 那整個夏天呢 整個夏天你怎麼講 呃 蛤 Summer 三個都可以寫 整個夏天你講一次 all over the summer 還有咧 all across 整個 整個 整個美國咧 all over the summer all over the summer 這樣會不會 會 所以我們今天講整個的 我除了 all over之外 我是不是可以用across 嗯 也可以講sru 這三個都可以當整個的 好請問這個是不是系統性 嗯 我如果不這樣教的話 你下次碰到這個字 你就 我們就一次解決 這樣會比較 有效率 所以你這個是什麼 全世界吧 還是 還是大約 全世界 啊是不是 不是across the globe 不是sru the globe 一樣的意思 了解嗎 嗯 了解 對 還有 還有 我還沒有 還少寫一個咧 around 對不對 all over the world across the world sru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但是around這個就不行了 OK 嗯 是不是 all over the world 對 across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OK 嗯 這個都是整個的喔 十路是通過經由整個的 across也可以當整個的 不是只有橫越 all over是整個的 OK 嗯 可以 好這個就是整個的齁 來我們往下看 呃 後面就比較簡單了齁 帶的是不是飲食計畫 帶的叫什麼意思 嗯 帶的叫什麼意思 diet 什麼意思 啊 喔 飲食計畫 他開始他的飲食計畫 一個月前 借著 ing一定是by 什麼 怎麼寫出 一個列表食物 這個被禁止的食物 昨天呢 pairvc2 他的房間 因為他顯現 x5 像什麼一樣胖 像 以前一樣胖 是不是同列表 還是時間比 時間比 時間比 然後我打開這個門 然後我看到他 是不是ED 是不是感到匆忙 嗯 對 使他自己很匆忙 對不對 感到很匆忙 對不對 藏一大塊包裹 那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尷尬 嗯 你寫的是很刺激 很尷尬 對不對 是不是 嗯 對 他是不是很尷尬 他藏起來就是很尷尬啊 對不對 嗯 然後他微笑 是不是有罪惡感的微笑 guilty 會不會 嗯 會不會有邊讀邊 有 會 gill的是不是罪 gill是不是罪 g-u-i-l-o-t g-u-i-l-o-t 什麼詞 名詞 對不對 嗯 那guilty勒 是不是形容詞 嗯 guilty勒 附詞 會不會有編讀邊 會 一個是名詞 一個是什麼 形容詞 一個是附詞 OK 要醉 好 下面已經講到這邊了 來 這邊 呃 這是 這是學習或是得知對不對 嗯 惹味是不是用同位語 惹味的句型會不會 惹味一定要會 好 不能不會 惹味的句型 定死死的 惹味的句型有哪些 第一個 S1 V1 OK 第二個 名詞ING 他已經定的死死了 死死的 定的死死的 OK 第三個叫不定型 永遠是這三個 OK 嗯 好 他處理事情的話 話你要怎麼講 會不會 嗯 蛤 蛤 是不是這樣 會不會 嗯 會 好 這個 是不是他處理事情的方法 所以這個 是不是同位與民生互用 OK 嗯 啊這個 是不是借片型 他的處理事情的方法 OK 會不會 嗯 會 第三個是不是不定型 處理事情的方法 嗯 會不會 會 這三個句型要不要背 你覺得要不要背 有 一定要背哦 你不背的話你就不會搶 惹味已經定型 已經定型化了片語 OK 他永遠是這三個 然後我說教你做題目的方法 怎麼講 I teach you the way 然後咧 做題目是不是 the way of 分析句子的方法怎麼講 I teach you the way to analyze sentence OK I teach you the way of analyzing sentence 你會不會講一遍 嗯 I teach you the way of analyzing sentence analyze question 分析 analyzing sentence analyzing sentence 句子好了 嗯 那這個要怎麼寫 I teach you the way to analyze sentence 啊這個咧 the way 怎麼說你分析問題的方式 很精確 要怎麼講 the way you analyze sentence 就是the way的意思 同位語 嗯 意思 accurate 這樣會不會 會 呃這個是形容詞詞句對不對 你這個是形容詞詞句 因為會曲吧 是不是形容詞詞句 嗯 好這個是不是同位語 是不是剛才講的第一個 S1V1 嗯 是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方式 對不對 嗯 是不是the way S1V1 是不是 是 是不是第一個 the way the way 聽得懂嗎 嗯 重點不是他怎麼寫 重點不是他的意思 重點是他怎麼寫的 OK 好 這個是不是大寫人帝書 大寫還是人帝書 人還是帝書 人還是帝書 呃 書 書 你對是不是龐書 還是序書 還是龐書 呃 坐一下 龐書是旁邊講的人 是不是很窄 呃 會不會很窄 會 你在你旁邊講話 欸這個 是不是在旁邊一直講話 嗯 所以這個叫龐樹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從Nero變過來的 所以龐樹 是不是旁邊的人在講 呃 對 聽得懂嗎 聽得懂 龐 樹 OK 嗯 不是那個敘述的樹 哦 好 下面呢 當作是一個成人 他的才能學經驗 兩槓是不是 兩槓是不是跳過來 嗯 兩槓就等於兩鬥 知不知道 跳過去 哦 哦 以後你看到兩槓 哦 你看到兩槓 你看到兩槓 就等於兩鬥 要跳過來 OK 嗯 知道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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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跳過去就對了 哦 然後呢 用 Nostalgia 來 Nostalgia 是不是不能呆的病 對不對 嗯 會被拆 嗯 會 No 是不是不能 嗯 St 是不是Stay 嗯 IA 是不是病 IA通常是不好的字 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三個的混合 這叫做私鄉症 私鄉症能不能呆 OK OK 你今天在外面 私鄉症 是不是沒辦法呆在那邊 嗯 對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No Stay 病 IA 什麼phobia 什麼mania 這就是病名 所以他意思是說 我沒辦法呆在外面 是不是叫私鄉症 OK OK 這叫私鄉症 方澤你是不是喜愛 有沒有寫過比方到 嗯 有 那放的是形容詞 知道嗎 嗯 放的是不是形容詞 BPPPO嘛 對不對 放的是不是形容詞 嗯 是 有寫過這個片語嗎 嗯 有 那個放的是形容詞嘛 所以這是有編讀編 這是不是喜歡 私鄉症 OK OK 嗯 哦 有這種私鄉症 還有什麼 還有喜愛 對不對 好 這個什麼 這個讀者得知 有關於這個 夜晚的難言 時間 剛剛有沒有講同位語 有 有 那是同位用會 對不對 是不是時間的同位語 嗯 見證 Visemann你是不是看見 還是見證 是不是 Watch it 說寫會不會 嗯 Watch it 你要怎麼說寫 Watch it 是不是 Watch it 嗯 會不會 對 變成這個字 變過來 是不是Whitney's 見證到這個 魔殺 這個人的魔殺 對不對 那天晚上 是不是從未用會 嗯 啊 這個殺手 嘗試是不是架構 Flame是不是給他設架子 我問你要構建他的罪 來構建 是不是陷害的意思 嗯 所以Flame是架構還是構建 構建 那我問你 我要構建一個罪 是不是我自己給他一個架構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我今天要給罪架一個 Flame不是架構嗎 啊假定說你沒有一個罪 我給你 假定說有一個人 他給你編一個罪 那個罪是不是他給你一個架構 嗯 那你猜是什麼意思 Don't frame me 是什麼意思 不要給我怎樣 陷害 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所以嘗試給Porter 為這個罪 給他怎樣 陷害 設一個架構 對不對 嗯 是不是陷害他的意思 對 OK 然後他面對著什麼 良心的譴責 這是不是良心 康希恩是良心知道嗎 知道 那你想科學有沒有良心 我認為科學有良心 為什麼呢 你今天政治家是不是都沒有證據 對 只有科學家都會講求證據 所以我就聯想說 科學就是良心 康希恩是良心 所以你今天 假定說你見證到 人家害一個人 假定說他是幫兇 你去害一個人的話 你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會有良心的一個譴責 你要幫他們藏 對不對 共患 是不是幫共患藏 嗯 對 所以會有良心的譴責 所以十六應該就是譴責吧 好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單字 這是危機 知道嗎 嗯 不知道 然後呢 Capture是不是補貨 嗯 他是動名詞 限分型的機會不大 Fatable是不是 宿命的形容詞 Freedom是不是名詞 嗯 對不對 Majurity是成熟 成熟 是不是成熟 嗯 對 名詞 然後這個recording 是不是 回響 嗯 對不對 動名詞 限分型的機會不大 Innocent 是不是無知或無辜 Rezo 是不是動詞 摔或是0 OK 嗯 然後Share 是不是分享 動詞或名詞 對 名詞就是一份 對不對 嗯 Reconcept是協調 知道嗎 知道 阿你順便被單字喔 好 所以這是危機 這是什麼 補貨 是不是補貨 嗯 對 阿這是宿命 知道嗎 通滿宿命的 這是自由 這是成熟 這是回響 這是無知的或無辜的 好的叫什麼 無知 無辜的對不對 不好的叫無知 知道嗎 嗯 知道 無辜跟無知完全不一樣喔 嗯 小孩子是不是很無知還是無辜 無知 阿人是無辜的對不對 嗯 無知跟無辜嘛 對 阿 Rezo 是不是摔腳 摔或0 嗯 就這樣 所以呢 這個什麼 良心的什麼 呃 十六題是什麼 名詞對不對 是不是名詞 對 哪一個是名詞 良心的什麼 良心的危機 只有這個可以選啊 呃 是不是只有這個可以選 對 什麼叫良心的危機 你到底要揭露人家的事實 還是要隱藏 假定你說你看到一個摩殺 你又害怕人家報復 你是要偷偷的去告訴警察 還是你要受良心的譴責 當作沒看到 聽得懂嗎 嗯 聽得懂 好 Vaginance Vaginance是報復 就等於Revenge OK Revenge有這兩個字 好 今天我比較沒有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主要是這個 等一下要寄給你的是這個 OK Convict是判刑知道嗎 對啊 Convict是判刑 好 你要自己記單字喔 OK 嗯 這是冒險還是冒險的故事 Adventure 啊 糟糕已經九分了 我要上課了 我要走了 不好意思 嗯 好不好 嗯好 我 我已經超出 因為我八點有課 我今天給人家遲到 好 嗯好 嗯